大家好,我是超粒方 今天要來提的電影是怪獸 我已經聽過太多版本的片名,現在都有點被搞混了 怪獸與他們的七席地 怪獸與他們的 電力公司 怪獸與他們的房地產 反正其中一個就是 怪獸與他們的產地發生在哈利波特的故事開始的70年前 一個名為news commander的奇獸私域學家 來到巫師和木魔關係本來就劍拔弩張的紐約 他帶著皮箱裡面的某些奇獸卻在意外之中逃脫 也因此捲入巫師社會中黑暗的衝突 故事就從此展開 在這部影片裡面我還會談到這部電影的劇本以及結局以及一些彩蛋 所以有興趣的話別那麼快轉台 怪獸與他們的產地由JK Rowling 編劇 最後四部哈利波特電影的導演David Yates知道 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原本只是一本介紹各種奇獸的霍格華茲教科書 所以這次的故事是沒有援助可循 是全新的故事 這並不是一個非常複雜或神秘的故事 news必須找回逃出的奇獸 同時背後有更大的威脅 使原本對劍拔弩張的巫師和莫莫之間的情勢更加緊張 我們在其中看到美國巫師社會以及一些從來沒見過的咒語 當然沒有任何人能拒絕重回哈利波特充滿魔力的世界 但是在看的過程中我忍不住覺得這比較像是一個製造驚奇的遊樂設施 而不像是一個完整的電影 沒錯他有起程轉合他有角色動機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元素都完整的扣合在一起 JK Rowling 的確是一個營造世界觀的高手 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他是第一次寫劇本 例如有一處就是在兩頁半的劇本裡面跳了三幕 這種情況在電影裡面出現好幾次 幾乎感覺像是 這一幕看起來應該會很酷 所以我們應該放到電影裡面 一直到電影最後才真正感受到身高的威脅 前半都一直給人 某人搞砸某件事 所以主角群要去解決那件事 的感覺 我講了這麼多 你們可能會覺得我認為這部電影很難看 這才是最讓人挫折的地方 我並不覺得他無聊或是難看 只是其中有太多錯失的機會 例如片中巫師隱藏自己 以及賽倫復星會鼓吹反對巫師的思想 對於歧視少數以及分隔的諷刺 始終只是點到為止 可能是我自己期待過高想要看到更多兩方的衝突 但是電影對這點始終只有表面的描述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部電影對於角色的描繪 Nude雖然表面上是這部電影的主角 但是並不是整部電影都聚焦在他身上 Jacob是個陌魔 所以觀眾能跟著他觀察這個魔法世界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選擇 因為許多電影裡面常常會有解釋性對話 有了這樣一個外人的角色 這些解釋性對話就不會顯得突兀 Queenie是個破心者可以看到他人的思考 而始終保持著充滿驚奇和關懷的心 Tina則是個一板一眼而且不太信任人的巫師 直到遇見Nude之後才慢慢開始轉變形態 我們都能明顯看到這些角色的個性 唯獨Nude 我們只看得到他 在騎獸面前比跟人互動的時候顯得自在這一點 他在電影中比較像是個劇情的推動者 不過其實在之前的電影之中 Harry也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也可能是這部電影中沒有給他足夠的 大平台 大平台 加上這部電影某些部分的劇情和對話顯然是在鋪陳續集 視覺效果就如同電影所營造的世界一般魔幻 從1920年代紐約街景到魔法國會華麗的內部 到Nude皮箱中驚人的細節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我去參觀場景的影片 這部電影不斷地讓人驚嘆 不過既然片名是怪獸與他們的產地 奇獸當然是一大重點 在絕大部分的時候都有如這些動物活了過來 不管是動作造型還是毛髮皮膚細節 但是小部分的時候仍然讓人覺得 嗯哼 這是電腦動畫 這部電影帶領觀眾重回魔法世界 跟這些充滿特色角色經歷不可置信的冒險 他讓觀眾們迫不及待想要看到更多這個世界的人事物 但是始終像是一個裝滿驚奇的 大平台 而不是一個連貫的故事 接下來部分有提及到劇情 不過應該幾乎每個人都看過了 所以請自行斟酌觀賞 這部電影發生的年份1926 是Tom Riddle也就是Voldemore 也就是那個不能說出名字的人的出生年份 所以在未來續集之中很可能會看到他出現 電影中提及的暗黑怨靈其實並不是新的詞 怪獸與他們產地這本書的虛構出版社的名字 就是暗黑怨靈出版社 其實開頭的報紙除了跟Grandall我有關的大頭條之外還有些選集 包括Fleemont Potter所寫的藥水專欄 沒錯,他就是Harry Potter的祖先 以及Dumbledore所寫的變形學文章 顯示他當時還是霍格華茲的變形學老師 同時在報紙中也不乏政令宣導的出現 例如 別忘了施展一望咒,我們正在招募一望咒執行師 或者 別當Dorkus,記得申請你的魔杖許可 都顯示美國對於默默接觸相關法令的嚴格 Dorkus就是美國國會制定 Raport法案的最大原因 因為他當時愛上一個莫魔男子 跟他透露巫師社會的重要資訊 進而使巫師社會嚴重的曝光 造成極大風波 美國在那之後才制定嚴格的《莫魔分隔法案》 想知道詳細故事的話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預告分析 在賽倫集會的時候 Mary Lou問了Newt 你是真相的搜捕手嗎? Newt則回答 我比較像是追蹤手 這應該是在指涉葵地騎士有門的追蹤手以及捕捉驚探子的搜捕手 他們在對話中也提到Lita Lestrange這個角色 Newt顯然是跟他有過一段歷史 導演證實Lita將會在續集中出現 而Newt是因為飼養騎獸造成危險而被霍格華茲退學 但是他卻沒有面臨跟Hagrid相同的命運 也就是被銷毀魔杖 後來甚至還在魔法部工作 為什麼 這可能跟JK Rowling證實他當時是在幫Lita頂罪有關 當然還有最後的Grandall War揭露 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Grandall War在年輕時跟Albus Dumbledore是非常好的朋友 甚至有超越友誼的感情 而Albus妹妹Ariana 在小時候因為被一群麻瓜男孩撞肩練習魔法而被霸凌 因此而受到嚴重的創傷 開始壓抑自己的魔法 後來使得自己的魔法變得非常不穩定 更意外產生一股魔法爆炸而殺死自己的母親 不覺得聽起來很耳熟嗎? 壓抑魔法不穩定的爆發 Ariana當時很可能就是發展出了暗黑怨靈 而後來Grandall War夢想創造出一個由巫師統治全人類世界 而Albus當時也認同他的目標 但是是因為妹妹受到創傷而想保護妹妹 在Albus的哥哥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三方爆發決鬥而意外殺死Ariana 兩人就是在那之後決裂 而Grandall War應該就是在那之後開始對暗黑怨靈產生興趣 這個系列會有五部曲 而最後會結束在1945年 也是Albus和Grandall War最終決鬥的年份 而有傳出消息在續集中可能不會聚焦在news身上 所以很有可能訴說Dumbledore和Grandall War 有如X教授和望磁王的互動 各持不同的理念來爭取自己心目中的無視世界 分別採取和平共處和我族至上的態度 以及Grandall War尋找死神生物的過程 所以續集發展的可能性非常令人期待 不過續集的名稱顯然是沒辦法叫怪獸於他們的產地2 所以可能會是 強尼代譜於他的產地 或是Grandall War大反擊 或是黑暗巫師黎明升起之類的 這是跟著電影出版的劇本在拍攝完成之後才重新編寫的 所以裡面從台詞到描述跟電影一字不差 這點其實挺可惜的 因為如果是出版拍攝時實際使用的劇本的話 或許可以看到不同的片段 或是JK Rowling對於這個魔法世界更多的描述 但是劇本中真的可以看得出來他對於細節的掌握 例如這部分 Graves 合一的穿著 非常英俊 剛過中年 他是神態與旁人明顯不同 非常警戒 髮型準齊 能感受到他極度的自信 有一點在劇本中是比電影明顯的 也就是Graves Grandall War的同志傾向 Graves將兩隻手放在Credence的脖子上 將他拉緊 他的話語既輕柔又輕密 Graves更靠近Credence 他的臉離他的脖子只有幾寸 他的語氣中同時帶著威脅與誘惑 劇本中充滿這種對於細節的描述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買來看看 或者你也可以到我的臉書專頁留言 並且分享我對這部影片的貼文 我會選出兩位得主送出這部電影的劇本書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想要看到更多影片以及解析的話 別忘了按下畫面當中大大的訂閱鈕 喜歡的話也不要讓人把喜歡鈕揍下去 我是超地方我們下部影片 participants 制作人們員 呆 人家 你 視像 人家 我們 坐 那個 不錯